欢迎回到独立特派员的节目现场 现在您看到我面前这些道具 是我们的记者从东京一项 亚洲最大的辅具展览上面 带回来的有趣的东西 随着全球的老年人口越来越多 这些照护器材的市场也越来越大 而且不只是针对生长朋友 包括了老人家 还有比较没有力气的小朋友 他们其实也是需要辅助器材的 首先要为您介绍 您看到桌上这三个不同颜色 还有造型的东西 他们其实都是开瓶器 有什么用途呢 我们来看看这个绿色的 它是非常可爱的这个器额造型 老人家每天都必须要用到的药罐子 因为老人的手没有力气 有时候一直开一直开 手会磨得很痛对不对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器额造型的开瓶器套在上面 轻轻的一转 药罐子就可以打开了 而且它的触感非常好 不会磨到皮肤 那么另外还有这个粉红色的板子 你可以看它看起来 这个造型好像是平凡无奇 但是它非常的多功能 首先它可以拿来开瓶子 把这个洞口套在这个 这个宝特瓶的上面 然后轻轻的一转 它其实就可以很轻松的打开了 其实不止老人家和小孩 包括我们这种比较没有力气的时候 它也可以用这个来辅助 那么换个方向你看看 把这个尖头放在前面 它同样也可以套在刚才 这个药罐子上面 一样轻轻的使力 就可以把这个瓶口给松开 那么也不用转得那么用力了 它还有另外一个功能 前面这个瓶瓶的板子 还可以用来开这个易开罐 大家可以看到把它套在 这个拉环的下面 然后轻轻的往上 是不是就很轻松的打开了呢 那如果您觉得这个比较大 带出门不方便的话 还有另外一种 它看起来 其实也可以当钥匙圈 不过它有其他的用途 包括前面这个圆圆的东西 套在这个宝特瓶上面 它一样也可以当这个开瓶器 那么另外呢 还有这个地方 它暗藏玄机 有一个凹槽 我们如果呢 把它放在这个易开罐的拉环下面 把它套进去的话 往上一推 一样我们也可以轻松的 把这个瓶子给打开 好 现在我们就已经示范过了 大家看到除了开瓶子之外呢 其实还有其他的 包括我们认为很简单的 一些扣扭扣的动作 或者是旋转把手 其实对于手比较没有力气的老人家 或者是小孩来说 其实都有一些困难的 但是这一些也都有辅具可以帮忙 现在我们就带您到现场 去大开眼界 轮椅队伍渔罐的向前走 目标是前方的大型展览馆 踏踏的海报立在入口处 这一天的展出项目非常特别 在日本称为扶纸机器 在台湾我们叫做扶具 分配每个人要负责参观的区域 因为如果想用一天看完整个展览 绝对是场挑战体力与耐力的困难任务 在亚洲区域来讲其实是最大的扶具展览 那在这边相当于差不多台湾市贸 大概四到六倍达的这个整个展区 那所以里面整个区域的这个部分 包括行动扶具 所以我们叫了出来 在台湾所有的车种 在这边都有无障碍的车种 然后有各式的轮椅的扶具 或者是居家改善的扶具 那这是一个每年一次 大概九月十月最大的扶具展 一年一度的扶具展 除了吸引轮椅足 会场里也有不少老年人 参观者都想看看 过去一年扶具结合了哪些新的概念 又有哪些新的扶具商品出现 狭小的通道挤满了人 这一区主要与食品相关 小摊子上摆满琳琅满目的汤匙与叉子 经过介绍才发现 每一根汤匙与叉子都可以弯折 可以弯折的汤匙与叉子 对于抓握能力不稳的小孩 或是手部功能较弱的成人 甚至对于帮忙喂食的照顾者 都有帮助 使用者可以试不同的状况 将汤匙或叉子 折出适合的角度 不过每只汤匙或叉子 所能承受的金属疲劳指数 换算大概只能折二十次 展示桌上摆满瓶罐等厨房用品 绿色的袋子格外吸引目光 手功能比较弱的人这样子 示范人员三两下就把袋子绑在手掌上 即使手掌没有办法抓握 利用小袋子帮忙也可以轻松地进食或是刷牙 好聪明喔 刷牙 鞋子 OK 鞋椎受伤的 对手的功能抓握比较不好的 或者是也许有一些 是像老人家中风的 对手有一些影响的 其实是 这个就很好用 因为几乎 几乎你不太可能掉 而且它会有一点阻力 所以其实不太容易脱落 简单的一条袋子就解决手掌抓握困难的问题 同时小摊子上的商品也处处充满惊奇 不好开 钥匙圈大小的工具一下就转开了瓶盖 不起眼的握柄处还有小玄机 后面有洞 后面有缝 对有缝对 可以开这个一开罐的 对对对 比方说其实我觉得像这两个 其实都还蛮 蛮不错的 因为这个像 像以这个来讲 它整个套柱来讲 它在卡住的部分就 真的还蛮轻松就可以 就可以推把它转开了这样子 然后这个是针对不同的大小的瓶子这样子 其实就可以 可以就非常的方便 可以依不同的调开的内容去做 小巧的设计除了老人家可以使用 手部受伤或是年纪小的孩子也很方便操作 可以开一开罐的设计对手指受伤的人更是一大帮助 除了小瓶口的宝特瓶软性的环状设计 连大瓶口也可以轻松开启 不受瓶口大小的限制相当有弹性 除了实用在设计上也兼具视觉美感 仔细看甚至可以发现绿色的开瓶带 其实是一只企鹅的造型 光是一个小摊子就充满通用设计的巧思与用心 台湾现在开始会买一些像那种小飞侠的 或者是从大陆进那个那种叫机车或脚踏车的鱼 但是差别在哪边 我知道 那差别在于是这个松井带 松井带它可以去套住它轮椅的这个部分 所以它就不会飘 台湾目前还没有轮椅足专用的雨衣 许朝富很高兴有这样的新发现 简单试穿也相当满意 它就是包覆起来 它真的蛮轻的而且不会热 不会热啊 对那就是对 我是电动比较不需要推 如果有一些是要推的话 它就是会有一个会有个袖子 试穿后服务人员却急着阻止 经过说明才发现轮椅足的雨衣 除了尺寸还有设计上的差别 看得到也要控制 手部控制器部分采用透明设计 对于操作功能较多样的电动轮椅 可以清楚看见操控界面 一般以前我们大概就是只有买一般性 不管是便利商店或那种雨衣 它其实是你需要站起来穿的 可是行动不愿的朋友没有办法 所以就是说替代性就买脚踏车那种雨衣 它整个铺了下去之后 就是风来的时候它就会整个吹起来 虽然对轮椅专用雨衣相当动心 不过售价却不便宜 换算台币将近了六千元 而这样的商品目前在台湾还没有量产 轻轻一转扣子就扣上了 特别是手指 它比较没有办法做布扭扣的那样的动作 所以它可能是意外受伤 或者是后来可能手工能有受损的部分 所以它其实只要稍微有点抓握力 就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动作去做一些处理 再看一次小工具的巧思 将前方细长的环状铁丝伸入扣洞里 扣住扭扣后拉出扭扣转两圈 就完成扣扭扣的动作 对 接天花板 OK 它怎么拆解 OK 这边是一个分的 哦 这边是一个分的 哦 这边是一个分的 哦 OK 嗨 哦 这边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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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老人家在客厅或者是在房间 他要起床的时候 因为他 他通常就没有办法盘回床扶子 所以这个马上就直接可以 不需要改造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 不是锡盘 这里面有那个 弹簧 调整到所需的高度 利用弹簧的弹性压力 就简单固定扶手 完全不需要其他施工 同时支撑力更高达一百五十公斤 也可以搭配其他各种造型 放在家中楼梯 玄关或是浴室这些需要的地方 可以调整高度的设计 除了轮椅族群 有小孩的家庭也相当实用 而这样的升降设计 其实可以扩大运用 像琉璃台 像这个空间以往都比较没有办法参与到 很可以 就是台面的关系 以后如果做 我觉得那种像琉璃台 或者是说像那种做菜的那个地方 可以平的话 我觉得可以做菜这件事还蛮有趣的 底部接管也与一般施工相同 不需额外设计 同时底部进空 更让轮椅使用者可以靠近洗手台 甚至还附设可以拉出的连蓬头 协助冲洗需求 不但方便也贴心 其实跟学步车很像 往后退就可以到达马桶座位的地方 扶着握把站立后 将椅垫拉起就可以坐在马桶上 上完厕所用同样的方式起身放回坐垫 只要有简单站立能力 就可以独立完成上厕所这件事 比较针对老人家的部分 然后以这个来讲 他就是帮助他在行走的时候 有行走困难的部分 然后所以他就是说 坐在上面可以用脚稍微踏一下 就可以走 有点像学步车这样的感觉 可以移到 或者是说协助者家人或看护可以把他推到这个马桶上面 然后这个又可以当他前面的扶手去做抓握 所以其实这个部分比较针对他还是有一点站立的能力 但是走不远这样子 轮椅前的台面设计还可以增加餐桌的功能 这样的居家轮椅除了老年人 对于生病暂时无法行动的患者 也可以提供短暂生活协助 而居家使用的协助椅 今年还多了弹簧椅 是个人体重调整弹力大小 坐下后只要稍微放松起身 整个人就会被椅子往前推起 推起的力量可以帮助脚步无力 或是关节退化的老年人轻松站立 简单的辅助用弹簧椅垫 还有其他不同款式可以选择 可以看出设计者期待产品能更融入居家的企图心 事实上今年的展出品 不管是哪一种品项 设计形式都有越来越居家化的倾向 同时设计概念也越来越通用化 除了生长者包含老年人 甚至小孩都列入使用考量的对象 从展览中也遇见了一个高龄化社会 周遭的生活和产品都已经先做了准备